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馬薩大 我們將會坐吊車上去上面 上面這個地方就是早期希律 起了一個皇宮在這裏 這個皇宮有三層 但後來當他死了之後 這裏整個的設施 最後就落在一班猶太叛變者的手裏 我們通常叫這班人做品類黨 他們連同附近有一些愛惜尼派 因為羅馬當時已經在公元七十年 毀滅了耶路撒冷和聖殿 他們就躲在這裏 結果他們躲在這裏接近有兩年多的時間 羅馬人已經紮形圍繞著他 但他們上面因為以前是希律的皇宮 所以有足夠的糧食和水 所以他們不是因為沒有糧沒有水而死的 最後羅馬他們終於起了一條斜坡 一路上去用他們的撞門的東西 終於撞進去了 但當時是晚上 他們上司他們就等 等第二天早就知道 第二天早一定可以進去 但第二天早上去的時候就放火 最早期那些火就吹翼風 所以吹回羅馬那邊 但後來那些風向改了 結果吹進去 毀壞了那道門 結果羅馬人進去了 不過在那一晚 羅馬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在上面半邊的猶太人 一早知道羅馬人將會進來 他們在當時做了一個決定 要麼是自由 要麼是死 他們選了死 所以我們找到一些碎片 就是有人名在那裡 相信可能當時他們要抽籤 然後各人回去殺自己的家人 然後有一個人 就負責殺了其他人 最後連那個人都自殺 有些虎魚能夠生存 但是其他人全部都死了 連羅馬人都非常驚訝 而馬薩泰成為猶太人 一個精神的標記 很多時候他們的軍隊 會在這裡宣誓 還有以前他們很多軍機 都會飛過這裡 作為他們一個精神上的支持 他們有一句說話 就叫做 馬薩泰會never fall again 永遠再不會淪陷 來幫助以色列人 記住寧願有自由 寧願死都不可以失去自由 不可以再做陸帝 而這個也是我們基督圖的一個圖畫 因為在希伯萊書說到 我們是罪的奴隸 所以我們會不會做到一個選擇 我們要自由 但是犯罪 還是我們寧願死都不可以犯罪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選擇 我們有一個人的名字 Josephus Flavius 他曾經是一位 在最初的戰爭 對方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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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成功 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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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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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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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爛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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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神聖的間� кус鳥 的眼鏡 怎樣帶著 How did Josephus come upon with those words?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that he was part of the Jewish rebel group? No, he was not part of the Jewish rebel group. They were at the time when the Romans did come atop Masada after the eventful night when they broke down the wall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day they discovered two women and five children hidden in a cave. And it is thought that those children and two women were given their freedom and Josephus had the opportunity perhaps to interview them to learn of the account of what took place here on top of Masada. That's the best scenario that we can come up with as far as how Josephus got his information would be an interview of those people that survived.